泰雅婦女带来热力十足的嬴病午后 邱县长与刀江科技技管理学院校长施光训 签下老人福祉与社会工作学系原住民专班的合作同意书 提供县内原住民学生游会的就读方案 原乡的乡亲见识武风 都是我的原乡差不多两万多人 他们的学生很想上课的 都能够解决他们的上大学的困扰 需要解决他们的学位的问题 住宿的问题 还有各方面的关心产业产行合作的问题 原住民专班里面我们更高兴的是 看到学校开的是老人福祉与社会工作学系 那这个学系对我们原住民乡来说 尤其在社会的工作社会的服务上来说 是非常需要而且是非常远见的 在签署活动上还有原住民协计会演出的行动剧 剧中的原住民家庭因为生活困苦 无法让孩子就读大学 透过县府与道江的产学合作 他们的孩子才能如愿继续升学 道江科技技管理学院从我们创办人 陈董事长创校以来 他最重视的就是原住民的教育 来回馈我们台湾的这个原住民的乡亲 老人服务工作学系原住民专班与社会工作实务结合 休克方式也与一般四年之大学相同 每年提供全国30个就学名额 其中10名免学杂费免住宿费 将留给新竹县成绩有益的原民学生就读 希望借此催动原住民学生的做学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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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